经济部长Rafizzi竟然讲我们Sungai Bacard 普选输掉是因为我们这些华人的投票率 非常非常的低 其实他在讲也没有错啦 事实上我们的那个投票率确实是比较低 可能这个华人的那个投票再加上印度人 只有47% 可是你现在这样子讲是什么意思哦 是在赖我们啊 是在赖华裔的那个选民 不够人出来投你的那个票啊 各位我们华人选票不是定存票的 不是你的fixed deposit的 不是来给你take for granted的 我们没有一定要出来投票 我们就算出来投票 我们也不一定要那个投你 我们不投你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原因 就是你一系列的做的那些经济的那些问题 都没有办法搞好马来西亚的那个经济 引起了诸多的那个民怨 所以那些人才宁愿不出来投票啊 他出来投票也有一些是投给国盟的 所以你看啦 你继续做你这样子的那个政策 过后还有什么 过后还要抽掉我们的这个燃油补贴啦 还要去进行这个渐进式的那个薪金 可能搞到很多的这些老板破产啦 你如果继续这样做 如果过几个月还有补选 我相信同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的 所以看啦 你的政策要做好一点 我们就会出来投票 我们可能还会投你 你做到不好的话 不出来投票还会有更多的情况